今天就和大家討論一下4-Way Stop 4-Way Stop又叫做All-Way Stop 或是All-Direction Stop 在北美尤其是加拿大美國這兩個國家 是很常見的一個交通標誌 去到一些路口 你會發現四面都有一些Stop Sign 由於歐洲和澳洲駕車方向不同 這條片主要是給一些住在北美的朋友去看 4-Way Stop或是All-Way Stop 相信大家在學車的時候都學了不少規則 其實道理就很簡單 但很多時候去到現實環境 你就會發覺很複雜 究竟應該讓別人和我們應該怎樣應變 如果萬一進到一個路口 剛好有車跟你同步出 而明明你是在右手邊的時候 你應該要怎樣應對 怎樣可以減低發生意外的機會 今天就和大家討論一下 4-Way Stop如何執生應變 4-Way Stop 先說一下4-Way Stop的基本規矩 一般教車師傅都會說 4-Way Stop其實 埋到去第一條規矩 先到先得 意思就是說 你一旦到一個4-Way Stop的 intersection 你看到一些路牌寫著4-Way Stop 或者四邊都有停這個 sign 你就要看看路面的狀況 如果已經有車停在這個 intersection 你就要讓它們先走 不論左右前後 一直到你看到那輛車走過了 而到你的時候你就可以過了 4-Way Stop第二條基本規矩 就是如果萬一有車和你同時到達的時候 就等右邊的車先走 這個就很簡單了 看一看這條片段 你會看到當我到這個 intersection的時候 有一輛黑色車已經在出 同一時間我和左邊的白色跑車是同時到達的 由於我是在白色跑車的右邊 所以我是有right of the way 我是可以先走的 所以我就踏右轉右過了 道理就好像很簡單 4-Way Stop好像聽起來都很容易 但實踐上來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多麻煩 第一可能你忘記了規矩 你記錯了 或者是跟你在同一個interception的其他車 他們忘記了規矩 那究竟怎麼辦呢 先和大家看看一條最近我在網上找到的意外片段 出車的時候 左邊的黑色車是同一條片的車主同時到達這個 intersection 那就是右手邊先走 右手邊先走的話 這輛黑色車的右手邊就是這輛車本身 因此這輛鏡頭的這輛車就可以向前走 但向前走的時候 他就發覺這輛車同時向前 那就收仔不及撞了 因為這樣其實我本身每次到4-Way Stop的時候都很害怕的 很老實地說 因為有時候你不知道我究竟是別人不懂得怎樣走 還是會不會自己有時候可能發牛鬥做錯了 那怎樣算呢?去到4-Way Stop 一般來說我去到4-Way Stop的時候 我當然首先會停下 Stop Sign這個基本規矩 我也不會重複 但是當你停下了之後 就算你有Ride of the Way 就算你很肯定那一刻是你先走 一般來說我會先把我的煞車放開 因為我踏了煞車停了 我會放開煞車 讓車慢慢向前流 流了大概一秒兩秒 你看看左手邊的車 或者其他車 有沒有車是同樣地推出的車 如果那輛車推出的話 我就會收仔停在這裡 不動 如果那輛車不動的話 我就會踏油向前走 很多時候我們都說 駕車其實是一個 communication的過程 就是說你不是去到你覺得自己對 你就會過 而是你必須要給到足夠的指示 告訴其他人 其他道路使用者 你自己那一刻想做什麼 而因為那一刻我是有Ride of the Way 所以我是可以過到的 有時候你會問 如果萬一在那一刻有行人經過怎麼辦 那通常的做法就是 有行人block了那一邊 我們就會繼續停下 等其他方向的車輛過了 過完之後 到達行人過了 應該就是道理了 所謂的 我同樣地就會把車移動前一點 用回一樣的技巧 就是看一看旁邊的車 大家都停的時候 我就會踏油去 如果大家有人踏油 任何方踏油的話 我就先收停車 所以過4-way stop 除了要認識規矩之外 執生應變上 要看清楚路面其他車輛 他們的intention 在那個路口上做什麼 這樣你就可以確保自己 不會在4-way stop的時候 發生任何的意外 就算像這段影片那樣 車主是對的 但是你也不會想這件事情發生在你身上 然後你又要拖車去修理 然後又加輪 可能甚至要去到保險公司那裡 要看看究竟他會不會判你 是沒有犯錯呢 同樣地車鏡的重要性 就在這裡看到了 所以如果你看這段影片 記得在你的車輛車鏡 同時間過intersection的時候 盡量留意清楚路面狀況先過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就記得Like和Subscribe這個頻道